然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婆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婆说你看我这价价的染上给个建议 很好 民间高人大师 明白了吗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什么事 这种时间长了就显得别别扭扭的 自己喜欢就好 你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要能养好就完了呗 你看人这个花友 人家就用一个装啤酒的那种泼塑料罐 塑料瓶人家都能把花养活 甚至嫁接都能活 对吧 这就是一个爱好 不过我看着是不太哇塞 不如你直接把这几个插到土里面活得哇塞 就跟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优质女性 她不结婚是一个道理 她嫁出去了可能还没有 她自己活得舒服活得好 所以说很多人选择了不结婚 你这个就是嫁得有点牵强 但是也很好 对吗 懂这个事啊 没有任何不良引导 我也结婚了 下个中文说她快上房了 怎么修剪 别剪呀 你要嫌她大 你拿着这种大的给人花卉市场里面换小的去啊 人家很多人喜欢给你换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快上房了 把屋顶倒开 让它肆无忌惮地生长 要么你就做横拉 就让它四氧八叉地长 多好玩 养好了 还有事 真是臭宝 下个中文 啊 龟贵主买一个月了 他好像有点不高兴 怎么弄得开心一点 你这养的还挺好 适当地给一些肥料 知道吧 他这个就是有点缺肥 长得有点柔弱 龟贵主这个下面的这种老叶子 你看到老是搭了 你给它剪掉就行了 给点肥料养的挺好的了 下个中文说 咱家的垂丝茉莉 年前还能出花丝吗 这个差不多 但是你要给点肥料啊 臭宝 也要给水啊 你这养的很不错了 已经 但是水肥该给的还要给 我总感觉你那温度差点意思 我总感觉啊 你要垂丝茉莉 是一定要在十度以上的 十度以下就陆续地 冻着发黄发黑 在那那那那的 明白吗 该给水给水 下个臭宝 你好这是咋回事 没有事啊 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你能养成这样 就已经很棒了 你就适当地给一点点肥料 摸一摸盆土 干了再浇水 就会长得更好 如果说你看的叶子 都是不太精神 你可以把下面的叶子 往下一揪就下来了 适当地揪一揪叶子 那种不好的叶子揪掉 让它长新的 腾更多的空间 给点肥料提供营养保证 就行了 好吗 臭宝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一 白了臭宝 嗨